第1938集 兵临城下 天魔肆虐 为获九重天阙 我木苍蓝奋去图魔 心下并无半点私欲 只为弥平后患 敬我天阙 从初识的数十万人冲出帝都 一度曾经凝聚了七千万只众的兵马 可世事如奇 人生如梦 好梦由来醉意行 七千万兵马 七天之内 散去九成有余 木苍蓝和和苦笑 现在 留下来的 竟然已经不足五百万只数啊 他长叹一声 脸色更见孤寂 他手下的一干将军们 愧然垂首 半赏无言 五百万 这个数字 如果单纯从数字角度来说 其实还是不少的 仍是一股相当数量的势力 然而 这得分跟谁比呀 现在远无县御驾亲征 分兵二十五路兵马 合计共有五千万只数的庞然大军 而且 后方还有大批的援军 正在陆续集结之中 再加上自己这边叛逃的 也有数千万只中的 而这些人中 只怕将会有不少人 加入圆无县的那一方 如此 此消彼长之下 双方的兵力对比 几乎就到了 一比五十这样恐怖的地步 甚至于 这个差距比例 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而自己身边的士气 空前低沉 兵无战心 将无战意 满目尽是一片颓丧气氛 如何能够迎敌啊 兵力相差悬殊 几方更无士气 这仗还怎么打 还如何打呀 乌合之众 真真的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弃之何兮 谢丹琼身在门外 不屑的说道 众位将军 你们即刻带着 你们的本部人马 都去后方保护家眷 至于前方 便有我天兵阁 原有兵马顶上便是 我们若胜了 自然一切休体 我们要是全数战死 你们投降还来得及的 这番话 就像一根烧红的钢针 深深地扎入了 众将的心里 什么时候 自己这些正规军人 竟会被一支杂牌军的领袖 轻视到如此地步 可是这不就是事实吗 不就发生在当下 就在眼前吗 一干将军 一时无语 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驳的话 一拜火焰 穆沧兰愤然起身 纵然面临绝境 我们仍堪一战 这百多万年以来 我等在绝境中 仍自奋勇冲杀 浴血苦战 争取胜利的时候 绝不比你谢魁首首 你如何能这般看不起 莫云天的军人 借丹琼 黑黑冷笑 看不起 我就是看不起你们 我为什么要看得起你们 你们自问有什么地方 能值得我看得起吗 小小的叛变 就将你们全面击溃 一个个就像打败仗的攻击一般 就你们现在的德行 还想带兵 还想打仗 你们还想涂抹 还想成为英雄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异想天开 随后 谢丹琼 爆发出一阵毫不掩饰的 嘲讽的长笑 那笑声远远的传了出去 远近接闻 死也无疑 其中不屑的意味 浓浓的弥散 谢某人现在只是在后悔 谢丹琼长笑而去 我竟然浪费了这么多天的粮食 在一群彻头彻尾的废物点心身上 话落人渺 谢丹琼已经腾空而起 前去整军 竟然再没有留给众人 任何说话反驳的机会 如此的蔑视 如此的鄙视 甚至是无视 令得众将冲冲大怒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谢丹琼说的太过分了 一个将军一巴掌拍在椅子上 椅子粉碎 怒气冲冲的 一张脸都变成了紫红色 心脏冬冬乱跳 而其他人 也是完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 一个个儿呼吸粗重 眼中都露出了血丝来 沐沧来冷冷一哼 哼 叫唤什么 难道人家说错了你们吗 你们做出了什么 让人家看得起的事情了吗 人家说的哪一句不是事实啊 你们没有崩溃吗 没有一掘不振吗 就你们当下这处德行 我都替你们害臊 众将听了 紧斗恶然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沐沧来大声道 你们想要让别人看得起 这没什么不对的 但是你要用什么来让别人看得起啊 就凭着什么都不干吗 没有战绩 没有军功 有谁会看得起你啊 既然现实已经如此 就不要怪人家看不起你们 你们要想让人家看得起 就要拿出你们能够让别人看得起的本事来 光知道在这里鬼叫 不但人家看不起 我都看不起你们 要是不拿出真本事 也就真如谢魁首所说的 真真是浪费了这些天的粮食了 就算养头猪 还能杀到吃肉呢 改善伙食 可养着你们 却是养了一群废物 彻头彻尾的废物 半点用处都没有 说吧 沐沧蓝拂袖进来那堂 众将军面面相去 只觉得胸膛也要炸开 众人活了一辈子 貌似从来没有这么被人看不起过 要是不拿出一些手段 难道就这么被人看扁了不成啊 人活一世 活的不就是一口气吗 不争馒头争口气呀 众将有如飓风一般 急速地冲出帐篷 黑着脸如同锅底一般 回到各自的营寨 开始着手召集兵马 一个个如同暴龙一般 浑身上下散发着满营的火气 随时可能爆炸 沐沧蓝在后堂 用神识观测的这一切变化 终于是松了口气 这次的激将法 还是非常成功的 先前正是沐沧蓝与谢丹琼 联手搞出的一出激将大戏 这些将军 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不仅本身都是高手 而且任何一个 都是兵法韬略出群 能争惯战的行家 对于打仗 人人都有一手 唯一欠缺的 也就是斗智斗心而已 但是 现在这种颓废的气氛 实在是太强大 他们虽然仍然愿意 坚定地跟随木帅 可是他们的斗智斗心 却因为这一连串的打击 而消弭殆尽 若不消除负面影响 重新鼓起他们的斗智来 这一仗 根本连打都不用打就败了 沐沧蓝当然很清楚 跟随自己多年的将军 一个个都不是闹肿 可问题是 他的麾下的兵 要是没有了血性 纵然将军再厉害 那也是无可奈何呀 然而 说到激活气氛 却终究要从这几位将军身上下手 士兵颓废 若是要一个个去劝解 只会耽误时间 什么都给耽误了 可如果将军暴怒之急 却会影响一支军队的状况 将军被灌输了一肚子怒气 完全没处发泄 那么回去 就向自己的属下军官们 更加变本加厉地灌输下去 而军官们一击一击传达 一层一层的灌输 等到了最下层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是爆棚了 正如同现在的军队士兵犯了错误 团长永远不会直接处罚士兵本人 而是处罚营长 营长处罚连长 连长处罚排长 但是当排长和班长处罚士兵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保证会让犯错误的家伙 一辈子不敢再犯 这是为主帅者的手段 但想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却是 必须要激起这些将军们的怒气 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所以木灿兰和谢丹琼才会联手 主导了这么一出无视大戏 于是乎大营中到处都是将军们的怒吼声 他妈的 老子们被人看不起了 弟兄们 咱们都被人看病了 全都给老子抬起头来 你你你 就因为你们这帮混蛋 瞧瞧你们都在干什么呀 干你娘的 难怪老子被人指着鼻子说 养着我们是浪费了粮食的废物 瞧瞧你们这帮子从样 你们也配成为军人吗 老子都是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拖来的 一群废物 老子是真心没两件人了 你们要再不拿出点样子来 老子就要自杀了 不就是他妈的跑了几个操弹兵吗 看你们这帮软弹德行 换成老子也又看不起你们 浪费粮食 骂逼的就没骂错你们 羊条狗还他妈的知道看家呢 看看你们 真他娘的事连掏狗都不如了 一片怒骂的声音扑天盖地 所有士兵一个个眼中喷火 看着站在高台上 喷着唾沫大火大叫大骂的将军 恨不得将这货拉下来狂揍一顿 看什么看啊 老子说的不对啊 不服气 那就跟着老子杀出一个看得起来 说 到底怎么办呢 我让你们自己说 妈的 老子忍不下这口气 说什么也忍不下 没说的 干 干他娘的 让他们看看 老子们就不是同胞 一个同胞都没有 数百万将士 同声大吼 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只震得群山万鹤 哗啦啦地往下掉石头啊 天空中风云雷动 一个个满脸胀红 心脏跳动得几乎要炸了开来 顿时 嗷嗷嗷的叫声 就响彻了长空 满营官兵将士 一个个都疯狂起来了 慕藏兰终于露出了 这些天来的第一次微笑 久违的微笑 军队这种 所谓的温文尔雅 根本是行不通的 就算是一介儒生 进入军队 不长时间 就会变得粗话连篇 正如一位将军 曾经说过 不粗鲁 如何能让部队嗷嗷叫啊 部队不是学堂 绝对不是靠紫月诗云 就能征服天下的 靠的是血 是厮杀 是生命 从来就不是考试 奶奶的 谢丹琼就站在云雾之上 离地面已经是数千丈之高 可他仍旧能够清晰地听见 地面上传来的嘶吼声 那是木苍兰手下的军队 在进行最后的整军 这几天里 军队的士气 不仅仅是被提升了起来 而且更是远远的超过了 谢丹琼的预期 现在每一个将士 浑身上下都如同是 即将要爆炸的炸弹一般 一点就着 这种状态 几乎就是绷紧到了 极处的皮筋 也可以想象 一旦发生战斗 这些人都会义无反顾地 投入进去 疯狂杀戮 致死方休 远方 很遥远的地方 可以看到 沉烟冲天而起 几乎弥漫了整个苍穹 战火 已经将要烧到眼前了 或许明天 也许后天 就将会发生第一场 遭遇战 而面对这样的军队 一切的埋伏 一切的布置 都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 每一个战士 都能够高来高去 所谓埋伏 无论是火攻 水攻 陷阱 又能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呢 所有人都有自身的神识感应 若是其中的高手 单纯神识一扫 方圆数百里天上地下 就没有任何遗漏 那又要怎么埋伏啊 甚至有些高手 毁灭他的肉身之后 都能不死 唯有连带着原神 一道毁灭 才能彻底的摧毁对方 面对这种敌人 那就只有硬拼以图 第1938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